那第一盘的制胜溫步特松家多 但是呢他的就是给对方的机会破绽也是很少 特松家在第一盘啊 有那么一个一点点的机会啊 先破发之后没有把握住这种优势 把上背德约克维奇反破 再一个呢就是特松家他的这个状态 可能跟他的这个性格有关系 这个打好的时候确实是太好了 但有的时候也过于的急躁 对尤其是抢气当中刚刚那一分啊 就是他不简历的要偷一个内脚的二发 哇 满球啊 刚刚德约克维奇在第一盘有这样一个机会 没打上啊 这球我们看到其实德约克维奇挑得更深 我们看 特松家再一次展示了自己这种身高的优势 跟力量的这种优势啊 这球特松家对线都太勉强了 因为对方那个揭发其实已经把角度拉开了 自己的反拍是受压制的情况之下啊 强行要掰这个直线 好球 这球特松家邀请你两个回放啊 对这个落点有些疑问 这是对于车位去正拍的一个提拉出手 你看 压线 感觉他的这个拍面在触球的一刹那 突然间的小臂快速提拉那时候 球确实很快很重 对科维奇这个正拍的没有把球拉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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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拍的对角角度拉得很开 克松加也怕对手 接下来组织二次进攻 尽可能将球回升一些 球是回出了线外 再次回到评分 这球我特别加打的 比较有耐心 他对科维奇可以说 前面的特高手应用了 比较深的落点 限制住了特攻加的回球力量 通过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 对科维奇他身体的这种柔韧性 另外他这种整个的平衡能力 非常的突出 这球可惜了 其实呢感觉就是对科维奇呢 在第一盘他通过压制特松加 这个反拍 他创造了一些机会 但是整体上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压这个反拍 还是压的不够坚决 你看他经常是压一板 他就着急去变线 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压两板以后 这个等到你的优势 积累的更明显的时候 你再去变线 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能机会更好 其实他也是根据球的情况 像刚才这个侧身 反拍打出一个很开的一个角度 特松加采用反拍切削 这个球落点很浅 对于德科维奇来讲 他已经提前预料到 他的一个侧身 想打直线上网 但是面对这种又低又沉的销球 随球上网这板是有难的 不太好拽下来我觉得 所以现在特松加 只要你把我打开了 我就用反拍销球来去变 让你接下来也很难受 谢谢 还在比划这个双手反拍的动作 还是有点着急 其实我觉得这个 你还可以再卷个对角线 你再卷过去以后 看看特松加如何应对 因为他的一个反拍 确实化 稳定性上不如 就是特松加的反拍的稳定性 不如德约科维奇 毕竟可能两个人比较熟悉了 前面可能开场以来 开场以后呢 德约也尝试了 我也看到 压着特松加的这个反拍 这球特松加是倒出了正手 然后加力的一板出手 对各位其实这个反拍变直线 有一点浅 其实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上 就是德约呢 他的这种回头球啊 有时候经常被特松加判断出来 所以呢 他现在也改变了一些 这个线路上的 在线路上做出了一些调整 很深 这种序幕的报告 非常多的 那么如果能够再来 就是这种创划 所以我们能够再来 那些调整的调整的调整 那些调整的调整的调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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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时刻还得靠发球和往前来解决战动 刚才那一团就是 其实这个特空家在底线连续的加力向对于克贝奇施加压力 换成别人那个球早都出钱了对吧 挑战的 挑战了 是 是 谢谢 错区 特聪嘉连续的强攻 就是没有说到英勇的效果 就感觉他这个心态啊 还是有点着急 比如说前面有那么好的一个 这个场面啊 场面那么好的一个占优的情况下 没有得到一份 确实是影响事情 还是想通过发球以后 往前啊来解决这一分 因为现在底线呢 感觉好像不太顺 最后呢导致往前的截击 正拍的截击想拦一个反斜线 结果这个球呢没有控制好 对于科维奇呢在第二盘率先取得破花 2比1三十五千 做些弥补 但是还是被对于科维奇呢 取得了破方 对于科维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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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有入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来到了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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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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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